Hello,我是小尼当 昨天收到了你们各种想看的史莱姆教程 为了能鱼露均粘 今天我做了一份12星座系列的彩虹胶水送给你们 做法超级简单哦 首先准备一个公格盒子 在每一格滴上你喜欢的彩虹颜色 再倒入适量的胶水 再加胶水的3-5倍清水 感觉胶水不太够,可以再来点 要做不粘手的胶水,当然卸妆水也少不了 最后一步,仙女水长行 再拿出我正常许久的12星座装饰 不要眨眼睛 哇,太好看了 一份12星座系列的彩虹胶水就做好啦 好久没玩这么先吃的胶水了 混合后瞬间就成了墨绿色 但是拉伸开的颜色,嗯,还是很好看的 你们以为要结束了吗? 这一箱才是今天的重头戏 它是最新款南西的第五代 一整套都是12星座系列的娃 隐藏款是这个凤凰 哎,先别划走 今天除了拆盒我还送盲盒哦 老规矩,我的幸运数字五开始 最喜欢卫阳和银虎 第一个,吴马 看起来好威风的样子 第二个,丑牛 手上拿了个长笛 贝罗还有把割草刀 这细节做得太棒了 第三个,哇,是我喜欢的卫阳 手上的是啥?棒棒糖吗? 这个马卡龙的配色我太爱了 第四个,紫薯 它是封面款 手上拿的小配件也超级卡巴尔 第五个,卯兔 为啥一看到它我就想起来嫦娥 连拆了两个 四舌和成龙 它们的配色好像呀 第八个 拆到了我最喜欢的银虎 手上还拿了一串糖葫芦 请问可以给我吃一口吗? 第九个,虚狗 它看起来好像跌小二呀 左手包子,右手九坛子 肩上还搭了条毛巾 害猪 有机 最后一个,生猴 它这个帽子好大呀 好啦,今天12生肖系列的娃就拆完了 快去评论区告诉我哪一个是你的生肖 我会抓小可爱送盲盒哦 下期见,拜拜